今天我們回到臺灣 今天是開學日 是遇上了客運業史上 最嚴重的缺工潮 東京市交通局就宣布 部分的路線減班 或是拉長班距 當地客運院者是 推出了高薪獎金來搶人 但是目前還是短缺 八十名的駕駛 推估面臨投訴壓力 是導致駕駛流失的主因 而通行的學生 也擔心是搭不到公車 開學第一天 放學時間 高中生在站牌前等公車 但同學們各個憂心忡忡 因為外傳客運業缺駕駛減班 真的就遇到搭不上公車的情況 全台客運業正面臨史上 最嚴重的缺工潮 以台中市為例 十八家公車業者近年駕駛 已流失百分之十六 因此交通局宣布因應開學 七百路跳蛙公車副駛 但減班 從一天十二班減為八班 一百路等五條幹線公車拉長班距 尖峰十分鐘一班調整為十五分 離峰十五分鐘一班調整為二十分 這家客運業者開出爭財條件 公車駕駛除了平均月薪五萬五千元之外 工作滿半年還可加發最多六萬元 任職獎金 另外推薦駕駛來工作還可以領三萬元 介紹獎金 但儘管條件優渥 目前四百六十名駕駛 員額仍缺八十人 有十三條路線被迫減班營運 他觀察與大環境有關 渲擊達人啊然後違規祭典的問題 這些大環境的一些改變 讓他們覺得更沒有保障 那這個部分他當然就會流失 會相對以國道跟游覽來說 市區是比較嚴重 沒有錯 交交局已宇推滅者 針對路線及班式高度重疊情形 重新分配優化調整 那有限的運輸支援伴揮最大效用 交融局表示目前已重新調整重疊的公車路線 與班次 發揮最大運輸效能 也請臺中市公車公會提送運價 調整案審議 呼籲公車業者 提高駕駛員的薪資福利 吸引更多民眾投入 記者王龍濤 臺中報導